那你们结婚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姐姐多大了 你我小两天 就想问一下您 你还搞不懂 我真搞不懂 您是怎么说服姐姐的爸妈 一路走一路蹭 今天终于离开了繁华的都市 这里面有个人家 刚刚看到一个大姐在这里面 不知道是在干嘛 姐姐你好 你现在吃中午饭了吗 我就是想在人家家里面吃顿饭 板米饭都可以 方便吗 姐姐有点不太好意思 现在应该炒的是花蛤 今天我不在人家里吃饭都不行了 我就喜欢这个菜 可以了 炒田螺了 这是还要用姜蒜 没有这类东西吗 姜 有 大哥呢 放饭去 那待会儿会回来吃饭吗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您全家都住在这里面吗 有房 有新房吧 这要切片了 不切片的话不行了 对啊 要放点酒 酒啊 嗯 有青菜来放点青菜 这不是有青菜吗 青菜都没有了 可以 放点这个啊 好吃了 这没时候您找着呢 用大火给它炖 再加点水 酒 啤酒 或者料酒在里面 我都不会那么多 可以叫 吃饭还可以 可以都行 够吃了那么多饭 姐您就同意我们在这里吃顿饭了 哦 哦 可能说担心没什么菜 或者没什么饭 招待 不好意思让我们留下吃饭 现在暖磨饮泡 姐姐终于同意了 握个手 嗯 谢谢了 没有酒就加水 让它把水煮干就差不多 再加点水 啤酒还有 你有吗 有 没想到趁热饭的话 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自己做起饭来了 这田螺啊 我看还要煮好久 不煮好久 不行的 这个叫紫苏 这不是雪橘吗 是啊 自己做了 那门口 哦 放里面 可以放 再捞一下 对 然后再捞一下 然后就让它炖 把这些水啊 炖干 炖干了就差不多了 就熟了 八角桂皮应该没有吧 没有了 你不觉得黑不溜秋了吗 哦 哦 田螺 这田螺 要不我们就吃完这田螺就走吧 哈哈哈哈 姐姐等一下会直接拿着锅铲追过来 看我笑 你这田螺放哪去啊 等一下才放 先放这了 家里有老人家 我们去看望一下老人家吧 不是好 老的六十年 小朋友 放学了 你好 你好 我叫小马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正经城 啥 我要正经城 正经城 嗯 很正经 啊 哈哈哈哈 姐姐说等一下在这里面吃饭 进来了 咦 刚刚好像我看到这里面有 有妙哦 有猫是吧 嗯 哦 哎呦 哎呦 他还挺下人的 那个穿红色衣服的话是 阿婆 阿姨您好啊 正经城 我没有长得很眉清目秀 比我帅多了 你也是 阿姨谢谢 没多久 饭菜就准备好了 阿姨的话也 准备一起吃饭了 走 吃饭去 来 吃饭吗现在 够开了没有 够了 够开了 咱们就开饭了 阿姨平时有 有去做什么工作呢 就在咸鱼时间 小朋友听到他爸爸回来了 怕爸爸误会 赶紧出去 替我解释 阿姨 你什么好 不是 嗯 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 搞明白一点 嗯 就是你在我家里 吃过饭 吃过没有 吃了几口来了 吃了 嗯 对 吃了 吃了 你吃了 喝不喝酒 我不喝酒 我不喝酒 我不会喝酒 扒了两口 你买饭没吃完 你回来了 我要先回来给你打个招呼 来了 抽我的 那个师傅是干不到的 他是作为我的一个记录 就是摄像 陪你一起来的 对了 哎呦 那怎么行 那您客气了 我是晚辈 您是长辈 你抽我一根烟 那是正常 我不能抽您的烟 不不 行行 再换一根换一根 祝您发财 发财 大哥您是刚从工作回来 不是 我是从家里回来 出 那不是您的家吗 这是我家人的家 你是青春 青春没有 刚才关系都乱透了 我以为这个说那个是家谱 不是这样 没错 是这样 但是你要按 你要说 说 那时候说那个道理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那我家的 我家人的家 就是一个家 对这个没毛病 就是刚刚我把那个名字喊说 以为刚刚那个阿姨啊 是她的家婆 是你的亲妈妈 说了不好听的 我15岁 我老爸就走了 到还没结婚 我老妈也走了 我就是把我的业障 业母 当的是我亲生的父母 没错吧 说这句话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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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可我也可以 但是我 我很认可你 用利息知道吧 你这样敢 对 没错 没错 大哥这一家人 都是真的非常淳朴 善良 师父 叫我小马 都是一句师父 师父 对对对 我这时候应该是 三年高岁到四十四年 我90年的三十五岁 比我还小的 二十年 我比你小二十年 你五十五啊 五十七了 那那个小还是 我儿子 您就一个儿子 嗯 您是四十多岁生的儿子 四十五岁 那你们结婚 什么时候结婚 四十六 嫂子多大呢 比我小两千 小二十四岁 嗯 他今年三十几岁 嗯 我就想问一下您 你还搞不懂 我真搞不懂 我知道你搞不懂 您是怎么说服姐姐的爸妈 两个人结婚了 没结婚的时候 肯定来插门 肯定要提东西 这东西 谁都消不了 是不是 嗯 那我来的四十多了 那没办法 说的那样 会脸熟了 嗯 他爸妈不同意的 也没办法 来的四十再多也没用 对对对 像刚才说的 这是朋友之间 我来的 来的四十多 你不同意了 那你要嫁给我 没所谓 交过朋友也可以吧 对 相差二十四岁 对果然是年龄不是问题 只有两个人喜欢 嗯 他们俩是生爱 这是您和姐姐之间的缘分 我的遗憾就是跟她 不配套 年龄大了 你知道吗 油腔滑掉那种 你也不会 你也做不出来 我是做不出来 我也是不会啊 你就是属于憨厚的一种 就是蠢了 对不能说蠢 不能说蠢 不能说蠢 一个就是汉厚太老实 大哥您这能好 您心底好 心底善良 就是看自己的 就是这样 嗯 自己能想通一点就可以了 我希望你家里 和恶慕慕 生理健康 发财 大吉大利 发财 这东西我不敢想 我从来不想 你说心底健康 这个我可以想 就是 谢谢你的祝福 姐姐 我非常感谢你 我没有提什么东西 我给个小福报给你 那一个给小朋友吃 那我就先走了 姐姐走了啊 走了 他先慢一点 再走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 抛个记忆中的灯 学习我不高声 谁能忍心 看那昨日的忧愁 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能够